我們接下來看那個T檢定 那T檢定跟剛才的G檢定有什麼差別呢 大概有剛說過就是樣本 樣本的這個標準差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因為這種前提是代表母體的標準差是不給的 沒有提供的 所以它的差別就是母體變異數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可以把它拿樣本的變異數來取代它的母體變異數 那因此它得到的一個T檢定值T值 就是一樣S1 bar-S2 bar 然後減去μ1-μ2 這就是觀察值減去期望值 然後除以它的標準物 那只不過這時候標準物呢 原先的Sigma1²換成是用S1的平方 來除以N 然後S2平方除以N2 那當然這個算出來的結果是屬於T value 那T value我們說過T分配 因為T分配你要找出它的這個值的時候 對應的這個值的時候 它會跟它的自由度有關係 那原先我們在只有單一母體的情況之下 它的自由度 基本上就只有一個樣本嘛 所以一個樣本 大概就是把那個樣本數減1 就變成它的自由度 T分配的自由度 但現在你限制到兩個樣本的時候 那兩個樣本就有兩個不同的取樣數 所以有N1有N2 那這個時候它的自由度要取決的時候 就要注意 就是取N1-1跟N2-1 這兩個哪一個最小 就取那個 把那個當成是你的T分配的自由度 所以這個是一個 比較跟之前稍微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在兩個母體的變異數 標準差都不知道的時候呢 我們用T減定 T減定 一樣是隨機樣本 一樣是獨立樣本 那最好樣本數要多一點 如果小於30的話 你要必須認為是常態分配的 好 我們直接來看例子 怎麼很多人都還沒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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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先認證 唸一下 好 各位 請上任 請上任 且樣本標準它是8盎司 它在調整一組8個女性性生兒的隨機樣本發現平均體重是7磅4盎司 且樣本標準它是5盎司 而以在α等於0.05之下 認為男性性生兒的平均體重有別於女性性生兒的平均體重嗎 假設這兩個變數都是常態分配的 所以這個取樣數沒有很多 一個只有10個一個是8個 所以你要先假設它的變數是常態分配 當然我們一般取樣當然會多一點 那現在它就取10個 這邊取8個 它告訴你它的average weight 平均體重 還有它的什麼 sample standard deviation 樣本標準差都告訴你 所以它等於是把原始的數據經過整理之後 它告訴你這些資料了 那我們現在只是拿來做檢定 做檢定 好 一樣第一個步驟 先去陳述你的假設跟確立主張 那虛無假設是μ1等μ2 那對立假設呢 它認為只是有別於 它沒有特別說男性的新生兒平均體重是大於女性 它只是說有別 所以你要看清楚它的文字的敘述 如果它只是說有別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什麼 有別是怎麼樣 不等於而已 它沒有特別強調是大於 對不對 心誠 心寵寵 這麼累啊 沒有遲到 來了 又會那麼累 傷腦筋 好 所以μ1不等於μ2 是它的對立主 它的對立假設 那這是它的主張 那這邊我們先看用 用T檢定的話 所以要先找出它的臨界值 那這是雙尾檢定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用 T.invert.2t 這個函數呢 直接是把0.05代進去 那這個自由度 一個是 10-1是9 一個是8-1是7 所以一個是9 一個是7 我們就選最小的是7 所以 這時候自由度要記得是百7 所以選7之後呢 你可以算出它的critical value 就是它的臨界值 算出來是2.3646 大概是2.365 那客人說的 那是正負 所以它的臨界值是正負 20365 那接下來算它的減定值 那這個時候 它告訴你的平均體重 當然它就是用 用磅啊 用盎司 那你當然要把它換成 單一個單位 那體重單位 我們現在把它用成最小的單位 就是用盎司 那換成用盎司的話 這7磅 7磅乘以16 才會變成是它的盎司 然後再加上11 所以可以算出來 男生新生兒的平均體重 是123盎司 女生的話是116盎司 那這個都知道了 所以帶進去 直接帶進去 s1 bar-s2 bar 就是123-116 然後來減去它的虛無假設 因為這個是μ1-μ2 它期望只是0 然後這邊 它的標準物呢 就是利用它的給你的s1 那s1一個是8 一個是5 算出來的結果 然後一個n1是8 n2是 n1是10 n2是8 這樣去算出來 它的檢定的t value 是多少 2.268 好 那2.268 跟你的critical value 你就可以去做比較了 所以 所以 所以應該要拒絕 還是不拒絕 虛無假設 2.268跟2.364 哪一個在左邊 哪一個在右邊 2.268在critical value 2.364的左邊 所以呢 它是落在 非拒絕域 那既然落在非拒絕域 現在差一點點而已 差一點點而已 但是既然差一點點 你還是要有一個 還是要有一個判別 所以這時候你就是 不拒絕虛無假設 因為它落在非拒絕域 所以這一組資料 沒有辦法證實 男性的新生兒的平均體重 是有別於女性的 性生兒的平均體重 OK 就這樣得到結果 那一樣 平均數的信頼區間 對T value 假設也是一樣 它就是 把它的觀測值 減去它的 它的critical value T二分之α 然後呢 再去乘上它的標準物 只不過一樣 這個標準物現在換成 是用樣本的變異數 樣本的變異數去做 所以一樣的概念 所以同樣 剛才的題目 現在算95%的信頼區間 剛才的題目 9-4就是新生兒 對不對 那現在是用95% 因為它α是 剛才α是 那α是0.05 所以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 信頼區間 95%的信頼區間 那直接代公式 剛才的公式 數字都給你了 也都算出來了 算出來結果 μ1-μ2 是落在-0.3跟14.3之間 那我們的虛無假設 μ1是等於μ2 所以應該是 μ1-μ2等於0 所以 虛無假設有沒有 落在這個信頼區間 有沒有 有 有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怎麼樣 現在區間有涵蓋 涵蓋你的什麼 涵蓋你的虛無假設 這μ1等於μ2等於0 然後μ1-μ2等於0 那所以這時候 你既然是涵蓋 你的這個 虛無假設被涵蓋在你的 這個區間裡面 當然 所以它是怎麼樣 它是支持虛無假設 好 這個例子一樣 你們自己回去看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 比較特別 是相依的 剛才談到的都是獨立的 都是獨立的樣本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相依的樣本 好 什麼是相依的樣本 我們剛剛其實 稍微有提到了 但是如果在細分 相依的樣本 它又分成兩類 分成兩類 一個是所謂的 成對的相依樣本 英文叫Pairs 一對一對的 那還有一種叫配對的 那其實都是對啦 都是 中文都是有對的概念 只不過一個 因為搭配英文要翻譯 還是得翻出來 所以Pairs是一層對的 那Match呢 Match就是配對的 那這個怎麼看呢 剛才我們看到 其實類似這個概念 什麼叫Pair的 什麼叫做Match Pair的概念就是說 同樣一個人 像剛剛說過 你 就說你有一個 所謂的SAT的 什麼預備課程 就類似一樣啦 補習班啦 你把牆上去補習班 就對了 那美國當然他是考SAT 那他們就設計了 SAT的什麼預備課程 就是準備讓他們 學生考SAT 那這個課程 我們認為 他可以提高 考生的第二次 考SAT的分數 所以我們就會 比較什麼 同一個考生 在上這個課之前的 什麼 的一個成績 跟這個學生之後的成績 然後來做比較 那這樣子的兩個成績 來比較就是變成一對 叫做Pair的一個相依樣本 因為是同一個人 那同一個人 他前參加這個SAT的這個 所謂的課程 考試前跟考試後的分數 那這兩個分數是有相依 因為是同一個人的概念 這個叫Pair 或者剛剛說過體重 那體重 你一開始沒有減重之前 多好 參加減重的Program之後 多好 那當然就同一個人 所以你把這樣的兩個數據 就是把它搭配起來 這個叫做一個Pair 叫做一個Pair 那這樣的Pair 成對的這個數據 就會是一個相依的數據 因為這個相依的數據 裡面有考試前的樣本 考試前的母體 跟考試後的母體 所以這兩個母體是相依的 因為這是同一個人的概念 好 那另外一個叫Match Match比較 比較 也不是說不常見 Match 我們這邊課本 可能沒有舉這個例子 但是Match可能是在以後 你們如果要做一些Study的時候 你們如果要做一些研究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 可能會需要用到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做實驗設計 你們現在做黃化 你們再做實驗設計 黃化你們都修過了 你們做黃化 你們做實驗設計 還是老師教你們怎麼做就怎麼做 實驗設計是什麼 實驗設計就是你要控制某一個控制變因 像課本這邊舉一個例子 假設我們今天要 要做一個Study 要研究什麼呢 研究所謂的正常教學跟翻轉教學 有聽過翻轉教學嗎 這個以後 你們現在已經三年級還好 明年喔 明年我們的教育部要玩一個新把戲 要玩一個什麼新把戲呢 以前教育部不是以前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五年五百億的計畫對不對 你有聽過嗎 就是給學校一些經費 然後讓學校去做一些研發嘛 後來教育部覺得 五年五百億呢 雖然好像把某些學校的論文發表數 好像變得比較多一點 但是好像 好像對學生沒有什麼影響 對學生 因為老師 其實老師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就是 一天就是一樣24小時時間對不對 你如果花很多時間在做研究 你可能就會花比較少時間在做教學 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他認為之前花很多錢 都是在讓老師寫paper 拼命發表 但是老師可能就覺得 沒有花比較多時間在學生身上 所以現在教育部要稍微把它調整過來 所以明年他會弄一個叫做 一個很好聽的名字 叫高教生耕計畫 高教就是高等教育嘛對不對 生耕呢 就是努力耕耘 生耕 把它耕耘的很深刻 叫生耕計畫 那高教生耕計畫 他就強調在教學 強調教學 那但是他這個教學裡面 有一部分就是要談教學創新 那教學創新 當然什麼叫教學創新呢 說實在也很難定義啦 就反正只要跟傳統的教學方式 像我們這種搞不好就是 他認定就是所謂的傳統教學方式 就在課堂上這樣 老師講 你們聽這樣就是叫傳統的教學 那他認為可能需要有些新的做法 像包括什麼翻轉教學 所以你們有聽過翻轉教學嗎 翻轉教學是幹嘛 就是你們回去先看老師錄的 錄的什麼 上課內容 然後上課就是變成只是討論嘛 是不是這樣 你們有 好像有些課是不是也類似玩過這種遊戲 有沒有 聽說劉力是不是拿來介紹 有嗎 劉力有玩過這樣嗎 沒有嗎 有嘛 劉力只有劉力嗎 還有什麼其他 有沒有什麼翻轉教學過 你們其他外系的有沒有 有沒有玩過什麼翻轉教學 沒有啊 是嗎 我們記得好像有一兩次 希望想用這種方式 好像效果不是太好 蛤 失敗 失敗是嗎 好 好 來另外反正翻轉教學 也是一種一種教學的方法 那當然 我個人的認為 翻轉教學可能適合那種 學習動機很強的學生 他們也許適合用翻轉教學 如果對一般學生來說 學習動機不是那麼強的情況之下 用翻轉教學那個效果好像沒有那麼好 反正 這邊假設就是有一個study 在談 所謂的正常教學跟翻轉教學 他要比較這兩個 這兩個這個成效是怎麼樣 那你大概要做一個 要做一個實驗設計嘛 來看看 來測試這兩個方法 有沒有什麼 產生不同的結果 好 那但是你在做這些教學的過程中 我剛說過 其實我認為可能比較重要的是 學習動機心 但是搞不好跟智商 假設有一個研究學者認為 可能學生的智商 智商IQ 這個可能跟你教學的成效有沒有關係 可能有關係吧 就是說IQ好的 他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就是IQ高的跟IQ低的 他們不管什麼用教學 正常教學 翻轉教學 他可能都會有一些本來就很顯著的 他的學習成效本來就有顯著的差距 所以他這是一個影響這個實驗結果的一個變數 所以他認為可能IQ這個東西 這個變數 會影響這兩個實驗的結果 所以我就要去控制這個變數 懂不懂 所以我要控制這個變數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就會先 先做什麼 先做什麼動作 先把這個IQ呢 相近的人 就IQ140到150 我就把他認為140到150是很接近 對不對 我把IQ140到150的學生 先分成一群 不是分成一群 先把他歸類成一群 然後呢 這群假設有四個學生好了 那我把這四個學生 在兩兩分到 翻轉教學跟一般教學 好 然後接下來可能就是130到140 這個IQ的級距 一樣假設有偶數個學生好了 那偶數個學生各分一半 一半一半就是分到翻轉教學 一半就分到正常教學 然後以此類推下來 所以他會根據這個 會影響到這個研究結果的某些變數 先把它控制下來 把它當成是一個可控制的變數之後 然後去分成兩類的 分成兩類的實驗 然後這樣再去得到的數據 這樣去得到的數據 再去做比較 那這種叫做 叫做什麼 match 就是配對 類似配對的方式 那透過配對的話呢 他就會把這些變數呢 會 他認為會影響這樣一個實驗的變數 把它控制掉 控制掉 那但他做這個控制的過程中 就必須要把這些取樣去做一個分配 去做一個配對 他其實也是一個配對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這個 match 是一個match的sample 那這個match的sample當然是不是相依 有啊 他是dependent這個變數嘛 所以他就是一個相依的一個什麼 一個sample 搞不懂這意思 那這個當然這個比較特別 我們這個一般來說 是比較在做科學研究 比較複雜的科學研究的時候 他在控制這些變數的時候 在做一些特別研究的時候 他把某些變數把它做一個控制之下 他會去做一個這樣的一個分配 那這樣分配所得到的兩組樣本 就會是一個match的 就是一個配對的樣本 那這樣的配對樣本 當然是相依的啊 是相依的概念 好 所以基本上相依樣本分成兩類啊 叫成對的或者叫配對的 類似這樣的概念 這樣清楚了嗎 如果老師叫你們舉例子 你們會舉啦 日常生活的例子 或者whatever什麼例子 你們可以舉出成對的例子是什麼 配對的例子是什麼 那不管怎麼樣 反正這兩個都是所謂的叫相依樣本 OK 知道你懂的意思嗎 什麼叫成對 什麼叫配對 以前有一個節目叫做 我愛紅娘有沒有看過 不過這個好像跟你們年紀差很多 現在有沒有什麼 什麼那種節目是那種 幫人家在介紹 介紹男女朋友那種 有沒有那種節目 什麼 告白 告白 告白中山 告白中山是節目嗎 我只是說 告白中山應該那個只是一個平台而已嘛 隨便你去告的嘛 是不是 以前那種我愛紅兩個節目就是 他會先去幫你配對 然後去幫你配 他會根據你的什麼學歷啊 你的什麼 你期望的那些東西 他會幫你配一配 然後配對 當然他不是說一對一配 他可能就是一組 一組配一組 然後再去 再去透過一些所謂的聯誼活動等等 然後去讓你們自己去認識 所以某種程度 那個也是一個概念 是一個配對 反正這個就是 你以後如果要做比較複雜的實驗設計 要控 有某些控制變數 會影響實驗設計的話 那你就把那個控制變數 當成是你配對的一個主要因素 那這樣配對出來 所得到的樣本 就會是一個什麼 相異的樣本 那另外成對的概念 通常都是指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好 那這個是相異樣本 好 那當你有相異樣本之後 你怎麼樣去檢定 這兩個相異樣本 他到底有沒有差距 那這個跟我們剛才 獨立樣本就不一樣了 他的作法有點不一樣 那他的作法呢 現在我們先看一些 他的一樣 他的這個假設 在虛無假設的時候 他認為他的這個差距一樣是0 所以這個μd等於0 他這邊特別用μd 這個d是代表什麼 d是代表difference 差異 difference μd等於0 那如果雙尾的話 他的對立角色就是μd不等於0 那左尾當然是小於 μd小於0 右尾是μd大於0 所以這個μd是代表什麼 difference的平均值 difference的平均值 他的那個變異數 不知道文語變異數 那而且除了這個之外呢 他的做法也很特別 你要看看這五個步驟 這五個步驟 就是我們在做這個相異樣本的這個 相異的兩個樣本的時候 他的這個假設檢定的一個process 首先你要先算出乘對的數據差 今天不管你是用pair或者match 反正他就是一對一對的數據 他基本上這個數據 是要一對一對的 所以他才會叫相異嘛 所以這一對一對的樣本的數據差 你要先把它算出來 所以類似用這一對的r的值 減去另外一對的值 就像剛才說的這個 考試前的成績跟考試後的成績 學生a 學生b他也是考試前考試後 所以把這些數據都把它算出來 這個就代表他的d 所以這個時候d就變成是一個 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原始的 隨機變數的概念 所以這時候d可以當成是原始的數據 那原始的數據的那個變數 我們把它叫做隨機變數嘛對不對 好 那這個原始的difference 當成是原始的數據 是根據你的兩個相依的什麼 數據相減而來的 然後接下來你就是把這些隨機變數 取樣出來的結果呢 去把它算出它的平均值 那當然就是subvention d除以m嘛 這m你是取樣數 算出來就是d bar d bar就是你的差異的平均數 這是第二個步驟 那第三個步驟呢 你要去算出它的標準差 這些d 這些好幾個 好幾個這個所謂的difference 那這些好幾個difference 它的標準差是多少 那這時候你的算法 當然這個是什麼公式 這個就是你在算樣本標準差的公式 這個我們之前 把第幾張不是就談過嗎 所以s sub d就是你的樣本標準差的這個 這個樣本 不是樣本 這是這個difference的 這個分配的標準差 那這個d就是代表difference 那s代表standard deviation 所以s sub d就代表什麼 差距的標準差 那這個當然可以用公式算 或者可以用sale直接去算出來 然後接下來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算出標準物 那這個標準物不是sd 不是s sub d 是什麼 是s sub d bar 那這時候是把 我們說過d 是把它當成是原始的什麼 原始的隨機變數 那原始的隨機變數 你取樣出來之後 你去算它的平均值 它就變成是s sub d bar 它的標準差 那它的標準差 其實就是標準物 這個d bar的標準差就是標準物 就是等於你原始的什麼 原始的隨機變數的標準差 去除以根號n 這個就是一樣 這個是什麼 中央極限定理 所以這邊還是用到中央極限定理 所以算出它的sd bar 這個就是它的標準物 所以等於原始的sd 就是它的差距的標準差 去除以根號n 這個算出它的標準物 然後最後我們的檢定值呢 因為我們這個是透過樣本的標準差去算的 所以是用t檢定 那t檢定的檢定值一樣 你的觀察值 減去你的期望值 再除以你的標準物 所以這時候觀察值是什麼 d bar 你的什麼 期望值是什麼 mu d mu sub d mu sub d 就是你的這個 假式檢定這份的說明 再除以你的標準物 就是剛才這個 那這個是t檢定嘛 那當然你的自由度就是單純 因為這時候只有 雖然是兩個樣本 但是它是只有共同的什麼 自由度 就是n-1 好 那這個最後算出來的結果 就是你的檢定值 然後再跟你的檢定值 再去跟你的quittical value 去做比較 來決定要不要 要不要支持虛無假設 好 所以這個過程 要知道 這個就是對相依的隨機變數 對相依的兩個樣本 對相依的兩個樣本 它要去算它的檢定值 它的過程稍微複雜一點 過程稍微複雜一點 重點是要先去算它的原始的difference 物差 數據差 然後再去算它的平均數 然後再去算它原始的這個物差的什麼 標準差 然後再去算出這個平均數的標準差 就是它的標準物 然後最後算出它的檢定值 好 好 所以這五個步驟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例子 那當然前提還是有些 雖然是隨機樣本 但是它是一個相依的 相依的數據 那樣本最好超過30 不然的話就是要常態分配 好 我們用這個例子來看 這個例子是看銀行存款 這是 好 這個是有點是配的感覺 是成對的感覺 這三家 這邊有九家銀行 那九家銀行它三年前的存款 跟它現在的存款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同一個人 或是同一個單位 它在某一段時間之前 跟現在的一個比較 當然這個中間沒有經過 可能有些變化 這個變化當然就是社會的變化 或者什麼 薪水的變化等等 好 所以三年前的存款 九家銀行是這樣 那現在的存款 九家銀行是這樣 那所以這一家銀行 三年前這樣 現在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配 就是一對的什麼 數據嘛 那這個數據 我們要看看它有什麼差距 因為我們要看看 現在是不是存款變得多 還是存款變少 就是 因為他們要 也許要了解一下 這個 每個人 他的存款習慣有沒有改變 那 所以 他要再比較說 不過他這是以10億美元 雖然這邊是11.42 但是他這是以10 billion 來算 好 那 現在一樣 他的檢定α是0.05 那他認為說 現在的平均存款 是大於三年前的平均存款 嗎 現在存款比較多嗎 還是 現在存款比較少 但是他這邊特別說明 是現在存款比三年前多嘛 他認為這種概念 所以 假設他的變數是常態分配 因為他這邊只有取九個樣本 所以九個樣本 小於30 所以他原始的變數 還是應該是常態分配 好 所以接下來怎麼做呢 接下來就按照我們剛才那個步驟去做 他 所以一樣 先 步驟一要先去陳述他的主張 然後 一樣 他的 H0就是μD 他的 difference 誤差是沒有的 這個兩 這個三年期間 他的存款的差別是沒有的 是虛無假設 那對立假設呢 那對立假設 那對立假設 他認為是三年前的存款 小於現在的存款 所以如果以三年前來看的話 現在存款當然是比較多啦 所以他認為他的誤差比較 他認為是小於嘛 那小於的話 就是他的difference 是小於0 所以μD是小於0 這是他的主張 他認為三年前的比較小 因為你的difference 是用三年的 就是三年的減去現在的嘛 那三年的減現在 當然他認為是比較小 所以他的μD是小於0 懂不懂 所以這個μD要記得 這個主張的寫法是這樣的概念 那 所以先算出他的臨界值 那臨界值的話 因為α是0.05 那這個是小於0 所以是單為檢定 單為檢定 然後n n是多少 9 所以自由度就是9-1是8 那透過這個t-down的invert 可以算出他的critical value 就是-1.859 -1.859 可以寫成-1.86 好 那接下來就是要算他的什麼 算他的那個減定值 那減定值在算的過程中間 剛才我們說過 減定值要算的過程中間 就是要去算這些東西 所以 減定值怎麼算呢 先把他寫一個表也可以 或者在excel裡面 也可以自己去弄成一個表 這兩個三年前的現在的 然後你要用這個減他 s1-s2 那你就先把他的s1-s2算出來 這個就是他的d 就是他的difference 好 那這個difference呢 你就可以算出他的平均值是多少 算出來是平均-9.73 然後呢 可以算出他的這個 不 這是submission 這是submission 不是平均 submissiond是-9.73 然後算他的average除以m 算出來是-1.081 這個是他的debub debub debub算出來之後呢 接下來這個部分在算什麼 就是在算他的標準差 算這個樣本標準差 那算樣本標準差 當然他需要用到這些公式 我們就跳過去了 所以他最後去把這些算出來的結果 帶進去這個sd 可以算出他的 這個difference的standard deviation 可以算出來是1.937 那當然啊 這裡面你接下來 其實這個這個數據 你可以直接用excel的這個 樣本標準差 就可以算出來了 你不用這個 帶這些公式 所以這邊可以直接算出來 算出來這個sd 然後再去算出他的sdbar 那sdbar這邊他沒有算 他直接直接帶了 就是sdbar除以根號 就是他的變成sdbar 所以得到他的tvalue的減定值 那dbar是-1.081-0 剛才算過了嘛 dbar dbar是-1.081 然後減去他的這個μd μd虛無假設是0嘛 所以-1.081-0 除以他的標準物就是sd 除以根號m sd剛剛這邊算出來 除以根號m是9 算出來的t是-1.674 那-1.674 那-1.674 當然這是什麼 這是他的減定值 那我們剛才的那個 他的quitical value是-1.859 或-1.86 所以左尾減定的-1.86 跟你的減定值-1.674 那你就可以根據這兩個數字的比較來決定 它是落在哪一個域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落在什麼域 -1.86是左邊 -1.674在右邊 所以它是落在非拒絕域 那既然落在非拒絕域 所以就不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這結論沒有足夠證據支持說 存款已經有增加 所以沒有差那麼多 好這個就是他的這個計算過程 但是呢 這個過程看起來有點 稍微有點麻煩 但是我們其實在excel裡面 它本身就有這個功能 所以你可以直接資料帶進去 它就幫你劈一趴全部都算出來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叫T減定的 乘對母體平均數的差異減定 好看一下 這個是 我可能把它放大一點 這個是如果你要按照課本帳原始一個去做 當然就把銀行九個嘛 三年前的現在的 然後你就去算它的Difference 對不對 這個都很簡單嘛 這個只要會Excel太多 你就算出它的Difference 那這個Difference當然是什麼 就是利用這兩個相減嘛 對不對 好減出來之後呢 你去算出它的什麼 算出它的Average D 對不對 算出它的Average D 那Average D算出來之後呢 你還要去算出它的什麼 StandardD StandardD就是它的這個 用什麼公式 用StandardDeviation.s 那它是取哪個樣本 它是取這個Column 然後取這個Difference這邊 取Difference這邊 可以算出它的StandardDeviation是多少 然後呢 你再去算它的什麼T-Value 那這個T-Value是用什麼 用它的減定詞 剛剛就是用什麼 用這個D11 D11是什麼 D11是這裡嘛 D11除以什麼 除以這個 除以根號N Sq√9 因為這邊有9個嘛 所以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算出它的什麼 它的T-Value 然後呢 再去算出它的這個 Critical-Value的Lab 那Critical-ValueLab 剛剛說過就是用什麼 用T-Dot Invert T-Dot Invert 就可以算出來 0.05 然後自由度是8 因為是9-1變8 那接下來你當然就可以根據 T-Value跟Critical-Value 就去算出它的那個 去評斷它是不是要拒絕虛無假設 對不對 好 這是一個 按照課本這樣的做法 說實在也不難嘛 雖然那個過程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其實你就把這個東西算出來 這個東西算出來 這邊算出來就OK了 好 那 也可以用什麼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做 我們如果在 資料這邊 你看這邊資料 這個有點複雜 怎麼看 跟之前不太一樣 資料這邊 這個怎麼跟我們以前不太一樣 看一下 這個好像要把他資料的這個 這因為換了新的Excel 看一下 檔案這邊 爭議集 好 這邊有沒有 所以記不記得 我們如果要用資料分析的話 要先在爭議集裡面去把它設定 設定完之後 按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這邊就有很多 他現成的 包括以後 我們要談的一些 變異數分析 等等 好 所以這邊有一個檢定 有沒有 T檢定 然後是乘對母體平均數的差異檢定 這個是不是在什麼這樣 T檢定 然後乘對母體平均數的差異檢定 好 那你選到這裡 然後按確定 然後這時候 你要先輸入變數範圍1 那變數範圍1 我們就假設這裡 然後變數範圍2 就寫這裡 然後呢 假設的均數差都不用管他 α 我們α正好就是0.05 是不是 我們α是多少 α是0.05 所以這邊就是0.05 然後我們把它輸出成一個新的工作表 按確定 他就得到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是什麼 這個結果其實就跟這個一樣 所以我這邊已經把它弄出來 你利用他的這個內容 直接去他的直接分析算出來 他會告訴你什麼 變數1 他的平均數是多少 變數2的平均數 然後呢 每一個資料他的變異數 然後觀察值 那什麼叫Pearson相關係數呢 這個我們到回歸分析那邊才會再談 這兩個兩筆數據他的相關 相關性 看起來還蠻高的 然後自由度呢 9-1是8 所以他會告訴你 t減定 t減定的值是多少 負1.674 這個跟我們剛才自己用手算有沒有一樣 我們剛才算出來 t減定是不是也是負1.674 對不對 所以是一樣的嘛 所以他告訴你這個 然後呢 這邊還要告訴你 他的什麼 臨界值 臨界值就是quitical value 單位的臨界值 1.859 那如果是雙尾的話是2.3 對不對 那同時 這兩個是quitical value 他同時也告訴你的p啊 p值 p值就是他的probability p值他同時也告訴你 一個是0.06 一個是0.132 所以當然你 他就是幫你算出來啦 算出來這個結果 那 這個跟我們 剛才的也是一樣的嘛 我們剛才的這個c value 有沒有 c value是-1.859 那這邊他告訴你的單位是1.859 但是因為你這個是 看你今天 因為他也 他不曉得你 就是Excel他不曉得你今天是要做 左尾檢定還是右尾檢定 所以他就給你告訴你一個單位的 單位的quitical value 那這個單位的quitical value就是1.859 但是你今天知道你在做 單位的但是是左尾的檢定 所以你的quitical value理論上當然要怎麼 要加一個負號啊 為什麼 因為t分配他是常態分配嘛 所以他是左右對稱 所以你是左尾檢定的話 你當然他的quitical value是在0的左邊 0的左邊當然就負值啊 所以你就可以去比較-1.674跟-1.859 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去做什麼 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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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拒絕虛無假設 那因為-1.859比較左邊 -1.674你的t檢定的 t的檢定值是比較右邊 所以他是落在非拒絕域 所以我們就沒有拒絕他對不對 那不然的話你也可以看什麼 看他的單位檢定 他的p value啊 那他的p value是多少 0.066 那我們的α是多少 0.05嘛 那0.066大於0.05啊 所以他是落在非拒絕域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用p value 或是用quitical value去做檢定 其實都一樣 那但是這個好處就是 Excel裡面他直接把 你把數據框出來 他就直接幫你算出這些結果 那這些結果 當然跟你直接用手算的結果 是怎麼樣 怎麼一樣 一樣嘛 對不對 好 來這題給你們算 算一下 算完就下課了 不是下課了 就休息 好啦 這題膽固醇的 這個膽固醇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現在吃太好 都膽固醇很高 對不對 我只 要運動 所以 這個 他認為吃礦物質的副食品 會改變我們的膽固醇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實驗前跟實驗後嘛 所以這也是pale 所以實驗前 他這邊就取六個樣本 所以是很少 你看你是要用什麼做都無所謂 像課本的那個方法做 或者是你要用這個 Excel內建的 那個直接拉一拉也可以 好 那這個受測前 受測後這兩個變數 看看有沒有什麼差別 然後alpha是算0.1 alpha算滿大的 好 做看看 誰在舉手 先用偷懶的方法做 我們alpha是要改喔 不要造場 不要造場 欸 所以一次又做出來 就告訴你這數字 你要懂的那些數字 代表什麼意思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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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算出來結果是T value是1.61 跟它的critical value2.015 所以是落在非拒絕 所以你看Excel跑出來的結果跟它有沒有類似 可能數據會有一些小數點上的差距 但是那是精度的關係而已 現在是大便的 是MV OV 是MV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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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用ECEL內建的資料分析做完之後 我建議你們還是可能用課本講的process過程再做一遍 其實基本上都是用ECEL內建的函數 但是那個過程再做完之後 你會比較知道它是怎麼樣得到這些數據的 其實像有很多commercial的商業軟體 像什麼SPSS 那個其實學校也有 SaaS等等 它們其實都是數據丟進去 它批哩啪就幫你弄出來一堆東西 那你如果不是很了解那個概念 你只是看某些東西說實在 那個感覺上你不太好了 我覺得你們還是 因為至少這是一門基本課程 不是比較advance的課程 所以學基本的東西還是要知道怎麼算出來的 所以當然它好處是以後 你如果真的在外面要用的話 你就直接用ECEL的工具一下也是可以算出來 好啦 做完就自己休息